大家好,我是耀佳金門集團的吳嘉人,在我身邊的同事Suki 今天準備做第二集的晶片Q&A 亦有朋友問了幾條問題,可能我現在可以補充一點 我們之前有說過,AMD屬於第二溪隊 NVIDIA屬於第一溪隊,關於晶片 為什麼呢?可能我之前沒有說得很清楚 其實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NVIDIA的晶片,現在大家都知道最強的是GPU 而GPU是最常用於AI的計劃 而AMD其實都有做GPU,不過它在AI的計劃上 暫時來說就不太成功 最主要原因就是現在做人工智能 大部分都用NVIDIA的Cuda 而AMD有類似的產品,叫Walk,叫ROCM 但其實在坊間,很多人都不懂,也不會用這個產品 所以現在AMD只是在比較傳統的 因為它在卡式計劃,CPU上面是有優勢的 這個就是最主要原因為什麼 NVIDIA相對來說,即GPU來說 在未來,在人工智能計劃上 這個重要性比較多 但是其實AMD在傳統的卡式計劃 即CPU上面,其實市場的市場都做得不錯 如果你看回市場的市場 基本上它現在是不斷搶佔intel的企業市場 基本上每個季度是4%的增長 如果這樣看的話,其實一年就可以拿到16% 所以它基本上會跟intel有 拿到7.3比,可能它會拿到3成多的市場 這個是給了intel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如果你看到intel的業績很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就是AMD,它也有做GPU 但是這個是最新的GPU的伺服器用的GPU 人工計算,但是基本上 除了一些很大的超級電腦會用之外 其實市場上就不是那麼多一些雲的公司 因為雲是最大的買家 但是雲公司就沒有去adapt這些AMD的GPU 所以就是這樣的 另外,之前有說過有一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出的一支芯片叫做210710 其實它也是屬於CPU來的 用對的架構 其實也算是一種叫做classic computing裡面的一個產品 而Tesla也有做自己的晶片 Tesla的Dojo 之前我們有影片拍攝Tesla的AI日 它就介紹了這個Dojo 這個Tesla的Dojo就是專門是給人工智能的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AI的螢幕 這裏都趁有機會想說說其實這幾年 在芯片的公司裡面其實競爭和變化都很大 如果你只看回下面這個圖 這個圖你看到下面就是2020年1月22日的時候 有這三間公司Intel、NVIDIA和AMD的市值 當時最大市值的是Intel 當時大概有282個Billion 當年的NVIDIA只有1500億 而AMD是85個Billion 850億 但如果去到今天10月26日看的話 其實NVIDIA的升幅 市場的升幅是相當驚人的 股價升幅很多 已經超過了Intel超過三倍 即現在是6000億市值 如果計算6000億市值 差不多是多於他們三個的總和 是的 這個正正想反映為何我之前說 未來的重要性 即大家買NVIDIA PriceIntel這個價錢 就是反映它未來在AI computing 那個領先和算力的需求 將來算力的需求 大部分都是由AI computing所產生 這個就反映為何NVIDIA 在一年多的市價中 市值升了三倍 而當中跌幅最大 反而就是Intel Intel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原因 包括制程 包括其他競爭者的原因 等我們會說一下 其實另外做得比較好 就是AMD AMD 如果你只是計 AMD現在的市值大概15億 但它將會收購蔡斯林 Sightlink 如果你將那兩間公司合併之後 其實它的市值基本上都會超過Intel 而今次的收購基本上就是 以印股票的形式 所以對AMD的現金量完全沒有影響 也不會增加負債 所以是相當好的戰略合作 兩間公司合併之後 之後基本上 最大的以市值計 最大的晶片龍頭就是NVIDIA 第二就將會應該是 AMD和Sightlink Intel就是這幾年 因為一個 有幾個戰略的失誤 就令到它的市值 就由2800億到現在 只剩下2000億都不夠了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解一下 再略第一題 其實如果大家去看全世界 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來看 這頭11間公司 基本上除了巴菲特那間公司 以及沙特阿拉伯那間油公司之外 其餘那九間都是跟晶片或者雲相關 所以整體來說 整個美股也好 或者整個股票市場也好 基本上所有的公司 上市公司 TED的公司 都是不斷去追求算力或者雲 這個是整個大趨勢 如果你再去深究這個 北菲特的公司裏面 其實它的最大持股 四成都是說Apple 所以如果你說整個市值 最大的十間公司 基本上都是跟晶片和雲相關 我們會講一下 其實究竟幾間公司 那個不同的戰略是怎樣 另外就有人問 關於TSN的政治風險 以及股東的組成 會有些什麼 我們上一集說 Q&A第一集會說 台積電有一個政治因素 它會很取決於台海 或者一個 每個國家去對自己的生產鏈的保護 希望它可以在地生產 其實現在台積電的最大股東 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花旗預托的一個專戶 基本上就是美股上面 貸貸TSN或者ADR股票 所以我自己覺得 它會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股東會不會對於它的風險 會減低或者幫助呢 我相信這些在政治的環境上面 這些都是不可預測 還有美國的過往的表現來看 就算它的股東是有美國的股東 就是台積電有美國股東 都不代表它不會在這些情況之下 它都會可能是美國戰略優先 而股東會其次 另一個問題就是問ASML 會同樣有台積電的風險嗎 我想說現在ASML 現在最厲害的產品就是EUV機 其實EUV機的拉神 就是所有這些EUV相關的IP 其實是控制在一間叫EUV LLC公司裡面 而這間公司的大部分的financing 其實是跟美國政府有關的 這間公司基本上是由很多美國的公司所持有的 包括AMD、IBM、Intel等等 它們在這個blog那裡 是這間EUV的LLC公司的授權 ASML去開發EUV機的產品或者器材 所以其實美國政府是有絕對的控制 或者美資在EUV機上是有絕對的控制權的 當這個拉神不讓ASML再生產EUV機的時候 ASML應該就沒有能力再生產 這也是原因為何中國一直買不到EUV機的原因 中國可以買到ASML最新的DUV機 但是就買不到EUV機 因為EUV機的拉神授權 是在一間美國公司上面 這個是關於ASML 關於政治的風險 最後最後都想花一點時間想說一下 剛才說的全球最大的11間公司 基本上有9間都用 和晶片和雲相關 其實如果你就這樣看 基本上就是三間很熟悉 晶片的製造公司 Intel、AMD、NVIDIA 如果雲相關的就是阿里巴巴、Microsoft、Amazon、Google Apple和Tesla就算是一些叫做IDM 就是它自己有自己的產品 也都會自己開發自己的芯片 基本上這9間公司就會是未來 我相信未來全地球大部分的算力 運算的能力 AI運算能力也好 任何運算能力也好 都會由這9間公司去爭奪去開發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這9間公司有不同的戰略 去令自己可以擁有更多的算力 去買這些算力去營利 如果用一個圖像法去表達這9間公司 其實處於一個什麼的位置 這個就是一個圈圈一圈圈的圖 中間就是講最核心的晶片 就是硬件上面 現在最主要的領導者就是Intel、AMD和NVIDIA 這個就是Hardware的領導層面 軟件在外圍 就是你有硬件之後 你也有軟件去支持 現在最成功的軟件在人工線上 就是NVIDIA的ACUDA 所以基本上就是NVIDIA 在綠色的範圍 外面的作為一層就是一個 Cloud 就是一些SaaS、Google、Baba 或者Microsoft 一些以雲的公司去包住 外面就有一些叫做IDM 就是Apple或者Tesla 其實基本上 它們兩者或者不同的Hardware、Software 或者Cloud 其實基本上它們都是一個競爭的格局 你看到其實最好的例子就是Apple Apple是一間叫做IDM公司 我的定義就是它是End to End 它由Hardware、Software、SaaS和N Product 都全部自己一手包辦 所以你看到在圖的表達 它就是由最外圍的圈圈 它是最快接觸到使用者 垂直地去穿過所有SaaS、Software、Hardware 全部都是由自己Apple一手包辦 這些叫做IDM公司 這些公司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些公司的算力特點就是它們的戰線其實很長 它要在方方面面的晶片、Software、Cloud 和這個產品都要做得很好 它才是可以在市場上拿到一個地位 即是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一個新的品牌 你是很難在自己設計晶片 又自己做自己的Software 而每一樣東西都做得很優秀 其實很難的 所以其實它戰線很長 它們的產品一定要很特別 現在暫時來說 你看到最成功的兩個公司 就是一間就是Tesla 一間就是Apple 它們就是全戰線的 基本上Tesla的車、製造、設計 包括它們的Cloud、芯片 它們全部都是希望自營的 這些是IDM的公司 這些就是它們在這九大群雄裏面 它們的策略 它們就是做垂直的整合 就什麼都一手包辦 這個有好有不好 好的地方就是你的產品夠獨特的話 基本上你是第一個做 或者你的產品最獨特的話 基本上你是很容易 就是沒有任何的生態圈可以影響到你 如果你的產品賣得去的話 但是相反如果你的產品賣不去的話 可能你想像的是Toyota想製造車 它們一樣想做垂直整合 也要做晶片 方方面面要做得很優秀 你才可以跟Tesla競爭 這個就是它的護城河的地方 這個就是IDM 另外其次的 好像Intel或者AMD 它們是怎樣呢 它們就是專注於最核心的 只是做芯片 Intel本身 如果你看回它的市值 以前是最大的 大於NVIDIA 它的市值圈 其實為什麼越縮越小 最主要原因就是 它被兩個外力所影響到 其中一個外力就是 在圖上面 右上角這個就是ARM Intel獨霸PC 或者伺服器 晶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X86 現在你看到所有的 除了Intel和AMD之外 所有芯片都用ARM架構 所以ARM的出現 是破壞了Intel的護城河 另外一個破壞它的原因就是台積電 所以才導致到 為什麼IDM公司 包括蘋果 Amazon Google 它們可以開發自己的芯片 就是因為它們透過用ARM架構 以及用台積電的製程 就是令到Intel的圈 就是它的領地 就是它的競爭力 越縮越小 是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的 它Intel的製造能力 它沒有足夠的EUV機 它在這個期間 就有些輕敵 輕敵給AMD 所以就變成它的競爭力 在這個圈裡面 無論市值和競爭能力就縮小了 這個就是Intel的情況 另外其實在Cloud的用者是怎樣 其實在Cloud的用者 基本上他們是一個 做Cloud是一個非常重的資產 就是你要在全球 在很多的地方 五大洲 拉很多的光纖 也做很多的數據中心 你要有足夠的數據中心 才能服務到全球的用戶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重的資產的投資 你當作比喻就是 你做一個很重的資產的投資 你就不斷去劏房 將它分租給其他使用者 你就變成很多SARS公司 就是好像不同的影音串流公司 它就不會自己建自己的資訊中心 它就會租用你的伺服器去用 所以是劏房和尋租的概念 這些公司的戰略是什麼 就是因為很重的資產 所以其實它的資產一旦 重資產一旦形成了之後 其他競爭者在短時間之內 是沒有能力 有一樣的用重複建設 或者是相同的建設 去和你競爭 就是護城河比較深 這個是用資本的護城河來的 其實如果突然間一間公司 有很多的資金 它願意在全世界做一個重大投資 去建資訊中心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建出來之前 你沒有足夠的現金流 基本上這件事 是很難去一個自身的增長 所以這件事 當Cloud的那些Provider 他們已經定了型的話 其實新來的競爭者 是很難去和Microsoft Google 或者Amazon再去競爭 因為他們那個重資產已經做到 所以他們壟斷了某些SARS的用戶 他們就有機會去自己開發自己的芯片 你看到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他們都是想擺脫無論NVIDIA 無論Intel或者AMD那個速度 它不需要再受制於他們在芯片上 他們也是透過ARM或者台積電 去製造自己的芯片 這個是正在發生的 包括阿里巴巴的芯片 都是正在發生的 但是問題就是什麼呢 其實芯片的門檻都挺高 就是你做一個新的芯片出來 基本上要有2億計 2億左右 還有你的換代速度很快 就是其實其他競爭者 芯片設計商的競爭者 就不斷去更新他們的芯片 所以你的重資產 你只可以在一個投資之外 再撥一些錢去做芯片設計 這個就不是他們那個 最主要盈利的方式 他們的盈利方式都是靠重資產去賺錢 而芯片就是一個 作出一個替代的方案 這個就是現在看到所有的Cloud公司 做芯片的那個策略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Cloud的策略 所以他們基本上做的芯片 都是一些很專門的芯片 只是給某些特別的功能 給客戶去用的 這個就相對來說比較成功的 這個就是所有Cloud的業者 就是在這個版圖上面 如何去競爭更多的護城河 另外想最後就是講一下NVIDIA NVIDIA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圈上面 都是其中一個確值得很快的一個版圖 它的市值大家都見到 現在就應該是市值第10 其實整個圈是不斷擴大的 而在這個擴大圈裡面 增長速度最快的其中一家是NVIDIA 它的成功的秘訣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快 它的芯片的替代速度非常快 而每一代的芯片的那個 那個競爭力的那個增加 都是以倍數去做的 如果你看到它的GPU的運算能力 其實基本上每一年或者每兩年 就要有一個挺大的升幅 所以這件事就是正正是 令到一些Cloud的營運商 去難去跟它競爭 這個就是靠快去替代 因為如果你做的芯片 Cloud做的芯片速度可能是快兩倍而已 而NVIDIA出的芯片快十倍的話 只要其他Cloud的營運商一用的話 你的芯片就沒有去競爭了 這個就是NVIDIA是靠快去增加它的Market share 而這件事看起來是相當成功的 特別在AI的人工智能芯片上面 因為人工智能芯片那個 那個需求的速度是增長得最快 就是對比這個傳統classic的computing 而另外一樣東西 NVIDIA成功的呢 除了快之外 它就是將AI在方方面面 可以用到AI的場景 它都apply 無論是細緻一個手續電話 大致一部車 甚至是超級電腦 總之任何方面你可以用到 Cuda的地方它都願意去用 這個就是它在全方位的戰場 全場景的全場 用到AI的地方去用 而每一代的體態更新速度相當之快 這個就是NVIDIA在這個戰場上面 就是在狗熊上面的競爭力的其中一個 那為什麼我要講到這個圖呢 就是其實基本上如果我們看芯片也好 看算力也好 看這個運也好 其實不同的 就是剛才所講的 不同的 九大市值最大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在競爭著未來的算力 未來的人類對算力的需求 是怎樣去體驗出來 怎樣去接收你的算力 可能你就是買了Apple的電話 而令到它賣到一些算力給你 又或者可能你用了Google的Surface 或者你用了NVIDIA的Metaverse 那個核原宇宙 那方方面面就用算力去進入你的生活方面 令到你在整個生產力也好 或者體驗也好 那這個就是整體未來 五年到十年 那個格局 我都相信在這九單公司那段 在不斷在競爭 在不斷在不同的 就是Hardware可能會去挑戰Software Software可能挑戰Cloud Cloud可能挑戰IDM 接著最後去到User 那不同的公司在不斷在競爭著這個版圖 那這個就是整個戰角的 我覺得大概那個分析是這樣 那最後我想說說就是 NVIDIA接下來就是 11月8日就有去過GTC 那去年的GTC 就是會將自己未來會出的產品 會佔據到的場景 就會用一個展示的方法給大家看到 那今年它的GTC 也都拿到很多廣告 那我相信它也會有些重大的場景 或者一些產品去體驗出來 那而這個就是 也都會最後反映在它的市場價格上 所以我也覺得是值得期待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應該大概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那這個就是我對整個晶片 雲 所有這些科技公司的一個大概的 一個觀念的分享 那希望以上資訊幫到大家 以上談話 兩人不食為你們投資買買的建議 那我們都是證監會的持牌人士 不提取本公司員工及校會持有上述所說 股票投資者在投資之前做足夠封平股 有需要尋求獨立專家的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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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